2022香港小姐競選決賽將會在這個星期日晚舉行 當晚除了私宜嘉賓陣容鼎盛之外 評判亦是知名級人馬 大會這日公布五位最上位小姐評判 由名無其棋 港姐冠軍陳發蓉 金國亮 楊全亮太平紳士 以及因為工作未能現身的周麗其擔任 Monica又主動與師妹交流 幾位亦爭取時間近距離體珍這一班佳麗 分享審美準則 我自己覺得自信是第一件事 我覺得另一件事是一定要自己輕鬆一點 不要做作 因為一做了就不漂亮 一定要是自然的 我記得我第一次見記者那天 即是我第一次 我一出來時 我感覺到自己的嘴巴在那邊跳跳跳跳跳 是想著死了 我今天回去看到電視節目 我出來的一定是嘴巴在那邊跳 但原來是不覺得的 但我自己知道我很緊張 比賽在職 佳麗門如箭在言 有一種難以形容的心情 當他們知道天王黎明會擔任表演嘉賓 就令他們更增添一份緊張和期待 因為大家都知道 黎明先生其實他的口才很好 經常都有很多金句 不知道今次在台上 會不會有些很特別的金句 震吓我們的港者呢 其實知不知道 公司會不會和你們透露 會不會和Leon同台 還是怎樣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有沒有聽到 我沒有聽過任何消息 但是在後台看著他在電視上唱歌 我已經很心無意足 前來有沒有都見過Leon真人 沒有 確實沒有 所以我覺得這次真是有不得的機會 他們爹地會不會來支持 他很忙 因為我有問他 但是他就說他現在在國內比較忙 他就抽不到時間下來 是 11號馮家敏和黃言智提名的 17號張靜庭 最近不約兒童被爆料 馮家敏被揭華二幻癌 在4月時做過手術令臀部留有疤痕 而張靜庭就被爆 當年前在社交平台爆粗 這日他們都有大方回應事件 其實當時我和幾個朋友 會一起share這個帳戶 大家都會在這個平台 互相在大家的帳戶裡留意 是的 所以為什麼我完全沒有印象 亦都沒有去刪除這些東西 那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有這些事情 還有我十幾年的Instagram 都是不會說這些東西的 所以已經可以澄清了我的為人 一點都不擔心 就是你都不擔心 那好吧 你老婆大家都很擔心 你的身體的狀況 阿琪 其實現在是怎樣的情況 我的身體現在是非常健康 因為其實4月底的時候 我看了醫生 他也立刻說安排了手術 之後我發現阿琪是良性的 剛好那個巴掌的位置 其實是我穿比堅尼的時候 是完全可以遮到的 之後就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在最後一天就交了我的申請表格 另外有個別人士 對港者泳裝問答環節的 惡意不實指控 GVB已經發出聲明強烈譴責 而大會統籌經理何曉慧稱 未受事件影響 最重要的是我們公司很快 都出了一個聲明 那我覺得我就算跟記者說 都是大家看聲明 最好是這樣 其實在我自己現在最關心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是 你知道這個COVID 是吧 我們當然希望大家平平安安 去25號 原來在紅館 做一場很好看的 50周年的Messon Hong Kong 表演給大家 其實這件事會否影響到大家的心情 我想之前我們跟一些女生說 都讓他們知道有這件事 我們都告訴他們 我們公司會作出一個正面的聲明給大家 也是可以保障他們